一个重要的讯息要提供给您 就是现行的所得税法规定夫妻的非薪资所得 必须要合并申报计算 但是有一个跟丈夫分居多年的女子认为 这样的计算方式对她不公平 因此就向大法官申请示线 而大法官会议今天的解释文指出 这一项规定是违宪的 相关条文最晚在两年之内失效 大法官认为现行的所得税法夫妻合并计算的结果 将导致收入比较少的一方 得适用较高的累进税率 违反了租税公平原则 也形同对婚姻的惩罚 因此宣告违宪 而对于这项变化 财政部表示将会配合研议修法